台南后火车站的知识官邸 有120年的历史 独特的两层楼洋楼建筑 让他读书一格 经过一年的总修之后 重新开放 又姚美生在百年古迹里回荡 修管一年的台南知识官邸 转型成知识官邸生活馆 重新对外开放 虽然天空飘着毛毛雨 还是有许多民众慕名前来参加 被台南人昵称为 石中楼的知识官邸 在日治时期是招待贵宾的重要场所 这次引进选书选物及展厅讲堂 让古迹以展现的面貌 融入市民生活 整合食衣住行 兼具知性与感性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 这么美丽的120年的官邸 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且我们可以预期 他在未来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方式 摆脱古迹的成就感展现台南之美 也让年轻的创作家及艺术家 有发挥及被看见的场域 建筑走过时光 也能在未来带出新意 21号起连续四个周末 也会在这举办市集 透过美食展演及节庆活动 更认识这栋百年建筑 华智新闻刘瀚生辰之学 蒲心宇台南报导